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简报 金庄国家峰会 蔑视他们认为服务于西方富裕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 VOA金股 约战世界财富四分之一的金庄五国 BREX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五大城原国的领导人 将从周二 8月22日开始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为期三天的年度峰会 寻求扩大该集团的影响力并推动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 南非总统西里尔 拉马弗萨 斯洛·莎莫托萨 预计将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 纳乃朗莫迪和巴西总统巴西总统卢拉 达西尔瓦 卢伊斯·尼奥斯尔·卢拉·达西尔瓦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以远程方式参与 普京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的目标 若他踏足南非 南非就必须执行逮捕令 俄罗斯将派外交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斯洛杰·拉罗 前往约翰内斯堡 金砖国家横跨三大洲 拥有数十亿人口 经济增长水平各异 但他们有个共同点 即劣是他们认为服务于西方富裕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 中国驻南非大使陈晓东 在周五8月18日这简报会上表示 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表现出失常 失能 缺位 国际社会迫切期待金砖加强团结合作 他并称 金砖国家已成为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 日益成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中间力量 外界对金砖国家的兴趣日益浓厚 至少有40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 其中23个国家已正式提交申请 盼能成为金砖国家成员 印度尼西亚总统左科 维多多 周科维多多周日启程前往南非 这是他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领导人 首次访问非洲 并预计出席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外界猜测印度尼西亚可能会成为该集团的最新成员 先前传出非洲国家摩洛哥也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不过遭到摩洛哥官方通讯社驳斥 摩洛哥也不会参与此次峰会 南非驻金砖国家无任所大使阿尼尔 苏克拉尔·恩尼尔·苏格尔于周五表示 各国排队加入金砖国家的原因之一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两极分化的世界 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 各国被迫选择立场 苏克拉尔补充道 南半球国家不想被告知要支持谁 如何行事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主权的事物 他们现在足够强大 可以维护各自的立场 他说 金砖国家为寻求重组全球架构的国家 带来了希望 南非林波波大学 University of Limpopo 国际政治讲师莱伯刚·莱格迪·雷波根·利·郭迪 也认为 许多热衷于加入金砖五国的国家 将金砖国家视为当前霸权的替代方案 据苏克拉尔表示 预计峰会结束时 将就扩大金砖国家成员做出决定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非洲俄罗斯项目负责人史蒂文 格鲁兹德·斯蒂文·格鲁兹德·斯蒂文·格鲁兹斯 则说 我认为这次峰会 不太可能产生戏剧性的结果 因为权力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 中国正在崛起 但尚未成为主导力量 此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意大利将提议前部长弗朗科 加入欧洲央行董事会 据I also报道 路透社 据报道 意大利已选择前经济部长丹尼尔·弗朗科 作为其候选人 竞选欧洲中央银行ECB执行委员会的职位 此举是因为 意大利目前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法比奥·帕内塔将于10月离职 担任意大利银行行长 意大利渴望保持其在该委员会的席位 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欧元区的货币政策 因为该国是欧元区三个最大经济体之一 然而 并没有规定大三国必须有席位 其他国家也可以提出替代候选人 弗朗科在意大利财政部和意大利银行工作了一生 此前曾被提名为意大利领导欧洲投资银行的候选人 但未能获得该职位 中国监管机构承诺进一步采取措施 应对债务和房地产风险 南华早报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承诺加强政策协调 以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并改善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政策 此前 央行 国家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 在周五与主要金融机构会面后 做出了这一承诺 监管机构呼吁金融机构协调金融支持和工具 以消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并加强风险监测和预防机制 他们还告诉银行要增加贷款 以支持实体经济 声明没有提供有关如何调整 和改进房地产行业信贷政策的具体细节 系好你的安全带 全球经济即将面临动荡 英国每日电讯 随着对经济增长的担忧日益加剧 全球经济形势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市场上债券收益率上升 股市下跌 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过紧感到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今年和明年 全球增长将放缓至3% 其中2%的增长预计将来自亚洲 由于经济结构转型 包括朝着关键领域自己自足 和控制债务过剩的方向发展 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预计将较慢 且更加不稳定 其他亚洲经济体 如日本正在经历经济复苏 对短期增长的担忧需要认真对待 特别是在西方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 尚未完全显现至极 目前尚不清楚 市场将如何应对政策利率上升 和全球流动性收紧 焦点正在从通胀转向增长 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高限制了 政策调整的空间 并增加了持续高利率的风险敞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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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